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悬疑惊祖片逃出绝命阵 影片一开场 一黑人哥们正在小镇的街道上瞎溜达的场 一辆汽车驶停在他的身边 这哥们显然意识到没什么好事 可当他刚想撒自撂 就被人从后面走公圈了 老抽哥是一名摄影师 他和女朋友春花在一起已经有四个多月 要不都说爱情伟大 真正相爱的两人 干嘛不在乎什么出身种作性 自要是感情道 那必须要要要切可闹煎饼果子来一套 为了把两人的关系尽快确定下来 春花决定趁着周末 带着老抽哥回家见一见自己的父母 虽然自打南北战争之后 黑人在美国的地位逐渐的在提高 但不可否认的是 种族歧视始终存在 对于周末去见自己未来的白人岳父岳母 老抽哥心里还是有点七上八下 恐怕到时候被人看不起 不过春花倒是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 春花说我爹地是奥巴马的忠实用短 他对黑人根本没有偏见 春花的画香一把大铁锤彻底砸碎了 堵在老抽哥胸口那块大石头 转过天两人开着车前往春花家 老抽哥有一个在运输安全局工作的好朋友姜油哥 因为这两天不在家 老抽哥便把自己的狗交给姜油哥照顾 姜油哥是个画牢 姿要是画匣子一打开 如果不胖揍他一顿根本就听不住 两人在赶路的时候无意中撞到了一头鹿 一名白人警察在勘察现场的过程中 明显表现出了对老抽哥的歧视 来到春花家以后 老抽哥发现春花家的原地和佣人全是黑人 本来老抽哥还有点担心 可他没想到春花的父母对他非常的热情 春花的爹地王大白说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老抽哥说有四个多月 王大白说真是狼残羽貌 春花的妈咪冷淡是说 别听他胡说 他是开玩笑 接下来王大白带着老抽哥在家里参观了一圈 四个人闲聊的时候 王大白和冷淡是在得知 在老抽哥11岁的时候 他妈咪就出车祸去世了 至于他爹地是谁 估计只有商帝才知道 春花的妈咪冷淡是位心理学家 他最拿手的就是给人催眠 王大白说 你要是想彻底戒烟 那就让你准丈母娘给你催眠 不打针不吃药 保证一次就减小 几个人正聊着 春花的弟弟狗盛回来了 晚上大家在一起吃饭 表面上香料审欢 但空气中始终迷外了一股不强的气息 老抽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觉得有点不对劲 到了后半夜 犯了烟瘾的老抽哥到门口抽烟 这个时候 原地和女佣异样的表现引起了他注意 这哥们刚走进屋里就被冷淡神叫住 要说冷淡神不愧是催眠大师 略施小记就让老抽哥献了进去 第二天一早 老抽哥找原丁闲聊一会儿 这位原丁大哥说话阴阳怪气 云山雾爪 听得老抽哥是莫名其妙 老抽哥说 我觉得你妈咪昨晚上对我催眠了 我现在一想到香烟就呕吐 还有那位原丁 跟我说话的态度很不友好 我感觉他把我当成情敌了 春花说太扯淡了 你这不是拿我开涮吗 两人正聊着呢 一些亲朋好友开着车来春花家参加一年一度的派对 春花带着老抽哥见了几个糟老头子 这些人对老抽哥强壮的身体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老抽哥在拍照的时候 看到了一位黑人同胞生抽哥 生抽哥虽然外表是黑人 但言谈举止却有些奇怪 甚至于连黑人间最基本的手势都不懂 老抽哥往前溜达了一会儿 见到了一位两眼失明的瞎大叔 这位瞎子大叔是一家著名美术馆的老板 瞎子大叔说 我的眼睛属于家族遗传的疾病 自要是一过了40岁那必须失明 基因太强大了 不服都不行 老抽哥回到房间 发现手机电源线被拔掉了 老抽哥说 这肯定是女佣干的 春花说 为什么呀 老抽哥说 估计是对我羡慕嫉妒恨 同样是黑人 她是用人 我是上门女婿 她肯定分分不明 随后老抽哥给酱油哥打了一电话 说这里的人太奇怪了 一个个阴阳怪气的 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而且春花的妈咪 昨晚上就有催眠了 酱油哥说 无论在任何时候 脑子里那根鞋都有绷紧的 白人残寒 黑人的事件 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稍微放松警惕 就种一根的屁 酱油哥的危言耸听 可怕老抽哥吓得不清 老抽哥放下电话 女佣突然走了进来 冲老抽哥说了一些 莫名其妙的话 然后拍拍屁股走 老抽哥来到门口 一帮白人像看大熊猫似的 看着他 这个时候 之前的那位生抽哥出现 趁着生抽哥说话的机会 老抽哥给生抽哥拍了一张照片 闪光灯闪过之后 生抽哥突然像变了个人世 一副歇斯底里的样子 作为神经外科医生的 王的白认为 生抽哥应该是电弦发作 经过短时间的平复 生抽哥又恢复了原样 并且为自己鲁莽的行为 向老抽哥道了歉 老抽哥说 我表哥也有电弦 生抽哥刚才的表现 根本就不是电弦 这是个是非之地 我得赶紧走 春花一听就有点不高兴 扭过脸给了老抽哥一个后脑袋 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不管 趁着老抽哥和春花在河边闲聊 王的白迅速组织了一场 针对老抽哥的拍卖会 经过一番竞拍 瞎子大叔爆出了一个 高的离谱的价钱 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 老抽哥说 当年我妈咪被车撞了之后 如果及时救治 根本就不为死 可事实上 根本没人在乎他的死活 现在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我不会丢下你不管 春花一听 皮热的心终于放下了 老抽哥回屋之后 把生抽哥的照片 发给了酱油哥 酱油哥一查才发现 原来生抽哥 居然是他们拐弯磨脚的朋友 老抽哥说 他像变了个人呢 跟一个比他大 三十岁的白种女人在一起 酱油哥说姓奴 他绝对变成了姓奴啊 你现在很危险 赶快离开那里 两人正聊着呢 老抽哥的手机突然就没电了 老抽哥说 事不宜迟 在那赶快走 春花说 行 我现在就去收拾 老抽哥正在收拾东西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了 储藏室的门开 他拿起里面的一大照片 一看是大吃一惊啊 照片上是春花 分别和几个黑人的合影 这些黑人一个个年轻力壮 跟他的体格都差不多 其中还有原定和女红 看到这些照片 老抽哥基本上明白了个七七八八 老抽哥提着包刚来的楼下 就被春花的弟弟狗圣给攒弄了 紧接着听到动静的 冷淡婶和王大白也出来 很快双方撕破了 春花说 车钥匙我不能给你 你今儿哪儿也去不了 接起来的一幕就神奇了 当老抽哥刚想强行突破的时候 冷淡婶用勺子轻轻的敲了敲杯子 老抽哥马上就被催眠了 可怜的老抽哥又跌进了黑乌乌兜的暗坑 酱油哥一直联系不上老抽哥 觉得老抽哥可能是出事 他上网一查 果然发现生抽哥已经失踪很长时间了 老抽哥醒来之后便展开了自秀 可折腾了半天也没用 这个时候春花的爷爷出现在他面前的电视屏幕上 这是一段很早之前的录像 春花的爷爷说了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话 大致意思是 他们研发出了一种凝结程序 说白了吧 就是把那些风珠残年的老人的大脑意识 植入到他们精心挑选的某个黑人脑子里 换句话来说 就是给老头老太太换一个年轻的身体 至于为什么选择黑人 估计是因为黑人的身体素质比较好 但这种换脑的程序也有一些漏洞 就是还不能完全抹掉共体的所有意识 那么问题来了 这帮孙子到底是怎么干的呢 他们首先会让春花利用美色跟被选中的黑人小伙谈恋爱 然后把这个倒霉道带回家 再让冷淡室利用催眠术 使其陷入无穷的黑暗之中直至丧失自己的意识 上次生抽哥被闪光灯闪过之后 之所以会出现状况 是因为他那深陷黑暗的自我意识 被闪光灯给瞬间照亮 春花的爷爷介绍完之后 冷淡室一敲杯子 老抽哥再次混了过去 由于一直联系不上老抽哥 酱油哥只好到警察局报案 可这帮警察不仅不信 还把酱油哥给嘲讽了一番 酱油哥回到家给老抽哥打电话 可接电话的就是春花 酱油哥想套春花的话 可春花比他还小话 把酱油哥气了芝麻街 当老抽哥醒来的时候 看到瞎子大叔出现在了屏幕上 原来瞎子大叔之所以花高价 把老抽哥买下来 主要就是为了老抽哥的眼角膜 为了不再受冷淡室催眠的影响 老抽哥用棉花堵入了耳朵 当冷淡室再次敲杯子的时候 老抽哥假装混了我 接下来作为主刀大夫的 王的白闪亮登场 哎呀要说王的白干活也太不严谨 老抽哥那边还没准备好 他就先把瞎子大叔的头盖骨给戒掉 当狗胜去拉老抽哥的时候 突然遭到了老抽哥的偷袭 王的白等了半天 还不见狗胜把老抽哥送来 他心里着急啊 再不抓紧手术 瞎子大叔的痘疼老恐怕就该凉了 他刚走到门口 就被老抽哥用鹿角给插死了 随后老抽哥摸到了楼上 七里咔嚓就把冷淡室给杀了 从昏迷中醒来的狗胜 再次单挑老抽哥 此时的老抽哥已经杀红了眼了 很快就把狗胜给弄死了 此时的春花在干什么呢 这姐妹正在网上物色下一个目标 老抽哥开着车正准备逃走 突然撞上了黑人女佣 女佣的惨叫声当时就被春花给听见了 春花端着枪来到楼下 看到老抽哥的车已经跑远了 老抽哥开着车正往前赶路了 黑人女佣突然冲着他又抓入脑 原来这个黑人女佣的脑子里 早就植入了春花奶奶的意识 老抽哥猝不及防 汽车一头又撞出了 黑人女佣因为没血安全带 这个园丁也不是外人的 脑子里植入的是春花爷爷的意识 紧接着是老抽哥和园丁的一场肉搏战 老抽哥掏出手机给园丁拍照 闪光灯闪过之后 点亮了园丁自己残存的意识 园丁拿过春花的枪 一枪就把春花打成个重伤 然后趁着意识还存在把自己给毙了 老抽哥从地上爬起来 上去就掐住了还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春花的脖子 可善良的老抽哥最终还是松了手 影片的最后 运输安全局的酱油哥开着警察赶到 影片的影射再明显不过 警察的不作为 其实就是充当了白人的帮凶和保护伞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地球是个大家庭 彼此一定要暴露 少些歧视和偏见 世界才能更和平 明镜与点点栏目